這邊問一下洪杜拉斯 洪哥 入圍五次金鐘獎都沒得獎 這種內心的 幹嘛在這邊鬥點啊 入圍五次金鐘獎都沒得獎 鬥點 內心的 是平靜嗎 內心的翻騰 到最後沉澱 到平靜 是一種什麼過程值得我們學習 我信眾是有個字 有個什麼字 美人字 愛吃字 有一個字但是不能講 講出來會逼的 有一個字 有一個字 就是 有耶 那個叫字不叫字 字 心中有一句話 有一個字不敢講出口等等 心中有一個字 對 我們有YT可以播出的 一 二 三 歌安 四聲 每個人都說 請問你入圍了之後 你有什麼樣的一個心得啊 沒關係 反正入圍就是得獎 就是有種肯定 我之前講說你放屁 誰入圍不想得獎 你先在講我是不是 不是 我那時候的心情 我那時候的心情 因為每個人都說 謝謝 有些人就是 讓我能夠出去入圍 那如果能夠得獎那罪 但是不入圍的話 表示我已經被肯定了 其實每個人心裡面講說 他哪有比我厲害 他得什麼獎 這是心裡面的話 真的是心裡面的話 對 你們同一屆 如果有黃子嬌入圍 那人家訪問你的時候 你當然會說 入圍就是肯定啊 我們跟黃子嬌一起入圍 當然你也就是 對... 莫上 榮幸 榮幸啊對不對 這是官方的說法啦 對 那還有誰 那有誰得獎 是你在心裡面 看物 那一屆有誰 敢說嗎 我真的不敢講 沒關係 我們YT 我們除了電視有播 我們YT有播 YT什麼都會講 YT播你就會播出去啦 不行啦 他就得罪人 他還會點一圈混耶 有誰罵 不行啦 不過我真的講入圍的時候 因為心情在那一整個月 會忐忑不安 因為看到你的人就說 恭喜... 那有一些比較刻意 你一定會對 你一定會對 這種話不要聽太多 因為你聽太多的時候 你就覺得 至少還會中獎 然後你真正坐在那邊的時候 整天宣布的時候 一定是我 結果看是旁邊那一個 你還要露著笑臉 恭喜... 真的喔 對啊 宣布得獎的是那個人 你看 大家還在 很有風度這樣 對啊 很煎熬 可是不是發生內心的攻勢 我們最喜歡看這種表情 對... 就很尷尬 對... 而且說不只是 主持綜藝節目入圍 其實是演戲 結果後來其實看洪哥演戲 感覺上 比主持節目還更有深度 二十幾年前 我人家就不會演戲嘛 然後好不容易去演一些短劇 結果有個製作人講說 你還來這邊演戲這樣子 有人找我演戲 我就覺得是一個新的嘗試 我費用也沒有講 演什麼角色也沒有講 我也不曉得上去幹什麼 然後我就開著車子 然後我就從平臨的山上 一直往上面開 我就會感覺到我的演藝圈 因為我那時候開車走上坡嘛 你就覺得 演藝事業影片 光明燦爛 一直走上坡 我走到上面就有看到一個池塘 我那時候大概 溫度只有兩度左右 很多工作人員 導演 然後攝影師都穿皮夾克 在那邊拍攝這樣子 然後我看到說 我跟那個執行製作人說 我已經到了 他說你先等一下 我們這個鏡頭拍完再講 我說好 我就在旁邊等一下 那時候我沒什麼 沒有名字嘛 那小紅來來的時候 我說我的劇本也沒拿到 我要台詞要講什麼 他說衣服我也沒給我 他說沒關係 沒關係 這個場戲你沒有台詞 很輕鬆演 我說那你總該給我這件衣服吧 他說你穿衣服幹什麼 我說為什麼 這麼冷的天氣 你不讓我穿衣服要幹嘛 他說你今天要演個屍體 然後這樣我就直接到池塘裡面去了 我那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有一點諧星的心情 浮屍喔 浮屍 就是死掉的事 死掉 對 浮在水裡面 然後我就跟導演講說 一定要死在水裡面嗎 不能死在路邊嗎 那叫浮屍 對啊 死在路邊就不是浮屍 叫撿屍啊 就是屍體就好了 就導演說 我給你兩條路走 第一條就是演 第二條就是不演 你選擇了演 我選擇了演 然後我那時候下去的時候 因為那個 跟我對戲的是一個小和尚 小沙咪 那他要用數字把我勾起來 那因為他實在太冷 他每次勾起來的時候 我的嘴唇就打起來 就一直在動一直動 然後導演就說 你自己來看 你自己來看 死人說話了 不是 他說 死人嘴巴為什麼一直在動 我心裡面是想說 要不然你下去好了 真的好冷喔 因為你真的沒辦法 然後後來再下去的時候 因為水面上都有一些煙 就是我們的體溫 對 好像會沾煙起來了 你知道 他說你這樣就不行了 然後我就在水裡面 我用手掐自己的大腿 就是讓自己不要動 我頂多撐個一分鐘 好不容易那個小沙咪 把我勾出來之後 導演說OK 我這樣最感動的那一幕 就是有個攝影師 拿了一個軍大衣幫我披著 他就說 哇 你現在終於知道 為什麼這個角色沒有人演了吧 好狠喔 可是我很感謝他 然後我後來錄完的時候 我心裡面就覺得說 我的演藝事業 對 回家 那從山頂窩下開 走下坡了 我怎麼那麼快上坡 然後他就走下坡了 你想好多喔 沒有 就是我就會想很多 我覺得一件事情 我要把它做好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要做好 我一定會被看見 就好使不使這件事情 真的被三立的一個主管看見 然後我拍完了那個單元劇之後 那個製作人說 我們要開個六點半到七點的閩南語 我覺得你演得不錯 你來演個固定的角色 然後我就演了一百多集 對 演 接了一個角色 哇 太棒了 對啊 我就想 哇 好像我們有很多事情 都明明自有定數 我如果不下去 轉頭就走的話 我大概就不會在這個地方 跟大家聊那個時候的心情過程 對 那你要不要跟高志 聊一下你的藝名 你是叫高中野高志 我叫宏都拉斯 宏都拉斯 宏都拉斯本來是一個國家的名字 在國語 對 有一種說法叫做 你宏到拉斯 宏到拉斯 拉斯是拉肚子的意思 所以你的名字是拉肚子 宏到拉肚子 宏到拉肚子 對 國語叫做宏到拉斯 宏到拉斯 台語叫做 安格剉賽 就是安格剉賽 就是對你很好的一種讚美 對 以後人家跟你講說 你得獎了 你現在安格剉賽是好事情 好事情 對 但這樣不太舒服 因為你是因為這樣 因為一直被叫拉肚子拉肚子 他可能比較不清楚 但是我們都知道宏到拉斯的意思 是 是一種正面的 正面的 正面的發展 因為他是諧星出身 他就搞笑 我搞笑 他還希望取一個名字搞笑 讓人家記得他 對 所以我應該剛剛要笑就來嗎 對 笑就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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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就來不笑 對啦 但是結果宏哥後來從演員 後來又變成 又去演舞台劇 對 演舞台劇 那更硬了對不對 我覺得演舞台劇 雅蘭姐是全輩的 因為早期的歌仔戲 都是直接面對觀眾的 尤其現在還有很多那種 國家戲劇院 雅蘭姐也經常面對觀眾 可是那種事情 我是真的很不敢去嘗試 我面對著你 我要演戲給你看 然後有些觀眾就會坐在那邊看 你到底要演什麼東西 那種直接的感覺 你會沒有信心的話 你可能會自己會 會講話講不清 就會縮起 那演了舞台劇之後 我就發現哇 真的 那個感覺好像你自己 真的是給自己很大一個信心 我可以在兩三千個人面前 然後站在舞台上講台詞 下面的人完全都沒有任何的 那種雜音 可是反應啦 什麼反應 就是很安靜的聽你講 對 你就會覺得說 安靜的看演出 不是說沒反應 對 就是說你可以控制這整個場面 你可能說一句話 你覺得我一講 他們一定會笑 所以你講完之後 他們就笑了 那你哭的時候 他們就跟著你一起哭 我覺得那種興奮 是一個藝人一個很大的一個驕傲 對 對啊 所以去訓練一下自己的自信心的建立起來 這很棒 所以後來入圍金鐘獎獲得鼓勵 然後開始肯定自己 所以後來接了那個什麼 我們與惡的距離 對 我是因為我們與惡的距離 然後入圍最佳男配 演得很寫實 對 我有看 而且所有的新聞記者 我記得華視有個記者 他跑過來說 我跟你講 你這次如果沒中 我黏著去就等到他 他說我演得實在是太像了 太像他們新聞主管 新聞主管 對 後來我就看他 他攝影機真的丟掉 因為他沒中 因為我沒有得講 不過他有講 他說你真的演得很好 因為他那種不溫不活的樣子 而且他要面面俱到 有時候安撫一下記者的情緒 有記者有的 到外面受一肚子氣回來 我們要跟他安慰沒關係 對不對 沒有這樣的磨練 你將來怎麼成為一個好記者 所以那個戲 其實給我有很多的養分 對 入圍六次 對啊 那我們跟你學習 不要 我跟你講 你現在入圍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你在紅地毯上面 你要先準備要講一些話 不要 你不要都沒準備 我們是入圍過的 你以為只有你入圍過的 你以為我們沒有 被紅地毯的主持人訪問過 不是 因為他講說 他都叫我用入圍者 然後給你一些正面的肯定 我是叫你講的 我不是我自己要講的 你當然是我前輩啊 你就不要害我啦 他叫我怎麼製作 過來了給他們兩位幾個建議 你這樣啊 雅蘭姐 你真的不要走心 真的 不要走心 我知道你有得過獎啦 但是你入圍比較多 你入圍六次 雅蘭姐有六次嗎 我是沒有啦 但是我們當過很多是頒獎人啊 還是女孩子都有經驗 你這樣還敢給人家建議喔 不是啦 你為什麼一直挖坑給我跳啊 不是 我跟你講 現在有的製作單位的 妹妹年紀比較小 她真的不知道誰是前輩 誰是後輩 而且你看起來比我老 女孩子很像前輩 阿嬤 你跟她忘記的 你像前輩 其實插雅蘭姐 可能插了十幾二十年 沒有 我真的大雅蘭姐 好幾歲啦 實際上也是啦 怎麼才好幾歲 好幾輪耶 好幾輪喔 好幾歲 THE PLN 都有 二 一 二 兩個